松鼠文化創辦人賴凱莉 在《價財編輯》的工作中 找到對出版業的興趣 希望能夠出版自己喜愛的書籍 因此決定成立松鼠文化 愿讀者在文學森林裡 以靈巧的姿態 將想像出盡鼓鼓的家囊 充實且豐盛 我在大概2000年左右的時候 我念大學 然後那時候 我們學校會有一些 馬來西亞來的喬生 或港澳生 就會有這些同學 我就會覺得很好奇說 我們都是 因為他們也都會去圖書館借書 然後我就會很好奇說 當我們都是講華語的人 那你們國家的出版品是什麼樣子 因為在當時的想像裡面 那時候馬華的作家 就是鍾儀文、陳大文 然後黃錦樹、張錦忠 這些在台灣很有名的 馬華的文學老師 可是在本地 就是所謂馬國自己裡面的這些作家 我都不太認識 我都不知道 他們的作品可能未必來到台灣 或者是來到台灣製作的時候 沒有很好的宣傳 或者是沒有很好的 就是沒有很多人去推薦它 所以我那時候在想 有沒有可能 大家都是講華語的人 那有沒有可能說他們的文學 也為台灣的這個出版 帶來一點不一樣的這種 這種世界觀 或者是一個不同的文化 除了馬華文學 松鼠文化也出版台灣故事 性別異奇、華文詩集等書系 他也會不定期舉辦作家講座 像是百年藥櫃九鐵湯 走訪飄向一世紀的中藥行 邀請書本作者陳墨安 分享他的傳書歷程 我覺得說紙本書 還是可以繼續經營 我們堅持還是會印紙本 就是我之前有想到說 如果今天全台灣只剩下 一百家出版社在印紙本的話 我希望我還是那一百分之一 就是我會一直希望說 印紙本這件事情 它再怎麼少 我希望它還是有一定的量 就好 嗯